注意看 当这位朝鲜小钢炮 成功将169公斤的重量举起后 所以我们经常讲 这个队员身上到底 它的极限是多少 场馆内沉闷的气氛瞬间被点燃 就仿佛里面装了一个3D环绕音响一般 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 传遍至各个角落 且现场观众一致认为 本场比赛的冠军之位已毫无悬念了 因为朝鲜选手举起的这个重量 已经凭了世界纪录 所以要想越过它 就必须打破世界纪录 要知道 世界纪录可不是那么好过的 并且这还是一个尘封16年的世界纪录 当所有人都认为 朝鲜选手夺冠已是板上定兵的事实 一抹中国红缓缓地站了出来 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未知震惊的决定 这场比赛发生在2016年里与奥远会 男子举重56公斤级的决赛现场 高手如云的一场比赛 却只有两位冠军有力争夺者 分别是来自中国队的举重神童龙青拳 以及来自朝鲜的大力士阎人者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这两人在之前从来没有过任何较量 这里则是第一次 谁也不知道谁的水有多深 其中还是因为继08年奥运会之后 龙青拳因为某些原因被雪藏多年 直至今日才继续回归大家事业 所以导致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中 两人错过了第一次同台竞技的机会 他们两人实力不相上下 前者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重冠军 后者则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举重冠军 拿到伦敦奥运会冠军后的延任者 不但没有对自己放松下来 反倒时刻保持严格训练 一路披星斩棋 在国际大赛上屡战屡胜 所以在本场比赛中 龙青拳必须时刻保持状态在线 并全力以赴 这次的对手可不是以往的那些小卡拉米 这场比赛 注定会是一场让所有人为之呐喊的一场比赛 到底是阎任者再续伦敦奥运会的荣光 继续瞎免为王 还是龙青拳时刻八年重回巅峰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比赛正式开始 来到第一轮的抓据环节 朝鲜选手阎任者选择第一个上场 并在开拔选择了128公斤的重量 他的这个双臂的胸里弯曲也是很厉害的 没有悬念 阎任者轻轻松松地举起了这个重量 毕竟要起个好的开头 状态满满的阎任者 打算先确立领先优势 直接开始了第二轮的抓据 这次的他直接选择了132公斤的重量 比上把多了4公斤 太勇猛了 看他表现如何 果然 有实力的人就是这么豪横 这一局也是毫不费力 不愧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奖牌的人 因为前两局消耗的体力实在太大 阎任者并没有继续挑战第三局 而是在台下休息调整状态 缓解片刻过后 自信心爆棚的阎任者 来到了他的第三次抓据 这次的他比较稳重 选择了134公斤的重量 看他能完成三连胜吗 这把要是起来 他就超过自己历史最好 对 但是他动作比较超 跳得太大 对他跳 反正跳得太高了 坐下去 把我看得都哑巴呆住了 延任者三局三过 不得不佩服他那强大的实力 现场观众此时的表情 就如同这个表情包一般 目瞪口呆 延任者最后一次抓取的成绩 更是打破了龙青拳在2008年 北京奥运会创下的最好成绩 这也让龙青拳倍感压力 紧接着龙青拳排在第二个上场 在面对对手开局 就放大招的情况下 龙青拳不得已再开靶 就要了132公斤的重量 对于已经八年 没有参加过世界大赛的龙青拳 让我们都有点担忧 这玩意能够坚持八年没有放弃 是多么的不容易 不知道他能否顶住压力 在线当年神友 一定要起 起 好的 漂亮 好的 状态不错 状态不错 看来大家还是嫌吃萝卜蛋操心 太小看龙青拳的势力了 这个重量对于龙青拳来说 简直就是张飞吃豆芽 小菜一叠 回到场下调整片刻后 龙青拳再次出征 为了追回延任者之前拉开的差距 龙青拳这把选择了135公斤的重量 加油 这把关键一定要起 带起来 带到位 起 有了 天没锁住啊 可惜了 龙青拳没能举起这个重量 当所有人都以为 龙青拳没有胜算的时候 他直接在第三把选择了137公斤的重量 这让在场所有人都表示不敢相信 连135公斤的重量都没举起来 选137公斤 那不就是等于次报自信了吗 就连现场起书员都一连猛 加油 小龙 加了137了 加了两公斤啊 龙青拳选择137公斤的重量 到底是战术 还是另有引擎 让我们一探究竟 比赛有时候也需要赶赌的这种精神 哎 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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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有了 好样的漂亮 137 太棒了 太棒了 我们不该怀疑龙青拳的能力 真是不断给大家带来惊喜 王者归来名不虚传 人本没有极限 逼逼自己或许就能出现奇迹呢 龙青拳虽然败在了135公斤的重量上 但137公斤的杠链 却被他轻松拿捏 看来龙青拳是欲强则强啊 第一轮比赛结束后 排行榜新鲜出炉 龙青拳力压众人位居榜首 而朝鲜选手阎润者则是落后3公斤 区区第二 最后一轮定胜负 比赛来到关键的停举环节 龙青拳这次选择主动出击 他想要掌握住比赛的节奏 将强悍的阎润者给压制住 开拔就选择了161公斤的重量 看来龙青拳上一轮比赛 只见他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那泰山般的重量举了起来 这让一时雌雄的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夸他了 现在压力反手给到阎润者这边 看他如何应对 阎润者为了将两人差距拉小 决定孤注一掷 便选择了165公斤的重量 真是个勇士 不管成功与否 都给你点个赞 还有164就可以 教练可能比较自信 比较自信 怎么说呢 虽然过程不是很完美 但也还是成功地完成了这个重量 只不过最后吃到了裁判给出的一盏红灯 但也无伤大雅 只要能追平比分 阎润者真是毫不胆怯啊 此时压力再次来到龙青拳这边 要知道阎润者在停举的这个项目中可是嚼嚼者 自己在抓举项目中创造的优势 也被弯到超车了 而龙青拳为了继续保证自己不处于被动 便在第二把将重量加到了166公斤 这把要起来基本上就是游戏了 对 我看刚刚 这把相当关 对 看阎润队刚刚那个状态并不是很好 加油加油加油 一定要起 判得不错 不错 松起来 陈文有了有了 漂亮 好 好 十分完美 龙青拳成功地举起了这个重量的杠领 继续占领优势 掌握着全局节奏 现在什么都不占优势 只有体重占优势的阎润者 如果要想战胜龙青拳的话 就必须选择169公斤其以上的重量 对举重比较了解的兄弟们应该都知道 在已经耗费了大量体力的最后时刻 哪怕再加个小小的一公斤 都犹如敢老母猪上述翻难 更何况阎润者直接加了4公斤的重量 简直离离圆上谱啊 这次的他还能一把狂拦吗 十分遗憾 阎润哲在这个绝对的重量面前 还是败下了阵来 按照这种局势进行下去的话 龙青拳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动拳 手握优势静观其变 阎润哲在台下调整片刻后 并与教练商讨了一番 并重新开始再次选择翻越 一百六十九公斤的这座大山 所以我们经常讲啊 真的不知道这个队员身上 到底他的极限是多少 强啊 刚刚在台下是教练给偷偷传输了什么密集吗 阎润哲凭借着强大的能力以及意志力 成功地战胜了这个重量 现场观众向炸开锅了一番 高声呐喊着 就连台下技术员都表示佩服 龙青拳此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选择挑战更高的重量 并且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而现场观众也对龙青拳不抱有希望 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 从来没有见龙青拳挑战过这个重量 所以自然觉得他和金牌无缘了 可是 他们却小看了中国力量 接下来 龙青拳将会让所有人知道 什么叫大理出奇迹 龙青拳非常坚定地走上台 犹如一个屠龙勇士一般 向着森林伸出走去 挑战那些未知的可怕 他毫不胆怯地选择了一百七十公斤的重量 在其他人眼里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重量 但在龙青拳眼里 这是在突破自己 现场亿万观众虽然不敢相信 但也在未知呐喊 加油助威 起 好 权力向上 权力向上 撑住 撑住 漂亮 龙青拳 漂亮 龙青拳 偷回世界之间 和本身的世界纪录 此时此刻的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了 龙青拳在现场观众的加油声中 立巴山河般地完成了这惊天一举 成功突破了自己的极限 收获众多小迷地小迷妹们 最后 龙青拳以总成绩307公斤 获得比赛胜利 夺得金牌 并打破了沉寂了16年的世界纪录 这场比赛直至如今 依然让人记忆犹新 龙青拳的拼劲让人震撼 延任者的顽强让人敬佩 经典永流传 让我们向那些未过争光的运动员们